台北縣政府規劃了一系列的 失地生態之旅 民眾可以免費搭乘電動車 或者是接駁船 欣賞台北縣內的 人工失地 他是去年才完成的失地 導覽志工一站一站講解 失地生態參加民眾聽得很認真 還拿著相機漢望遠鏡 要捕捉豐富的動植物 更有不少是全家出動 要來個親子之旅 這天前就瞬間秒殺 我那時候我看早上 差不多七點多 像有些比較熱門的時段就沒有了 完全就看到了 這裡好像應該以前 從來都沒有過的有一隻鴨子 完全沒有想到 完全沒有預期說 它會有鴨子在裡面 原來這是台北縣政府規劃的失地之旅 到12月底完全免費 而且強調綠色交通 全程以電動車或接駁船 定點接送民眾 我們是騎車子 也走得滿遠的 那我們今天說 現在有這個是方便多了 騎車的時候 都要跨馬路對不對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靜靜的看 兩邊的風景 大漢溪沿岸的人工濕地 目前有滑江 新海 湖州 打鳥皮 成林和鹿角溪濕地 讓民眾欣賞豐富的生態外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功能 大漢溪是過去大家認為 最髒亂的地方 過去是垃圾山以及荒地 那麼河水都污染了 進到大漢溪裡面 大部分是工廠的污水跟家庭的污水 我們就決定要做八個人工濕地 污水處理成乾淨的水之後 再回到大漢溪 大漢溪就乾淨了 每個濕地風貌不同 但台北縣政府也呼籲民眾 不要破壞環境或是留下垃圾 讓濕地永遠留下最美的時刻 民進新聞 宇帆洪西宇 台北報導